先前我们多次报道 华人回国不慎暴露双国籍身份 中国护照当场被尖叫 引发了广大观众朋友们的关注 没成想就在最近事态升级了 中国官方昨日发文 明令从严限制中国公民 非必要出境活动 而在执行层面 网传一华人女子在广州出境时 绿卡直接被中国海关剪断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限制新规 5月10号下午 国家移民管理局党组召开会议 专题研究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 会议要求要严格执行 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 从严限制中国公民 非必要出境活动 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查签发 会议要求要从严从实从细 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巩固破绽疫情防控战略成果 要全力配合打赢大上海保卫战 加强对上海边检总战 和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的指导 调动全系统力量 全力以赴 支持配合上海事件 社会面动态清零 要把北京作为重中之肉 严格执行北京联防防控机制要求 大力支持北京疫情防控工作 要敦促吉林边检总站 落实精准防控措施 持续巩固吉林疫情防控成果 要指导各边检总站和出入境管理部门 支持配合地方 打好疫情防控殲灭战阻击战 要严格执行从严从井的出入境政策 从严限制中国公民 非必要的出境活动 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查签发 要严密边境口岸管控 严防滞留境外人员底边聚集 非法入境 带入疫情 确保人物环境同防同控 问题防患动态清零 要严打非法出入境活动 全面深入开展 列盟行动2022 深入推进三非突出问题整治 切断边境地区 非法出入境主要通道 严防疫情顿违法犯罪渠道输入传播 在经历过疫情隔离护照备收等一系列恐怖操作后 目前在海外华人圈中都盛传一种 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境 非必要非紧急不回国的声音 近日就有一位网友爆料了一个在出入境时遇到的状况 一位持美国绿卡的华人女子 带美国公民宝宝出境时 被国内边境人员剪掉绿卡 从爆料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 这个华人女子是从广州出境的 她的孩子是美国公民 应该是之前赴美生子获得的美国公民身份 但是这位华人女子还不是美国公民 是持有美国绿卡的居民 爆料者李某称 被捡绿卡的华女是她同事的朋友 聊天记录中的另一方当时也提出了质疑 遇到的这种情况应该是劝反 为什么会捡绿卡呢 并且在法律上 美国绿卡是由美国移民局发放的 永久居民身份法律证件 根据管辖权 国内边境人员剪美国绿卡 在法理上也说不通啊 另外这名质疑的网友 也给出了一个似乎更加合理的猜测 那就是双方会不会起了冲突 稍后有报道此事的媒体 做了更深入的了解 发现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禁止绿卡出境的情形发现 除非是在国内 背负有其他的司法案件 被司法部门限制出境 否则不会劝阻持有绿卡的处境 其实就连美国海关边境人员 都没有权利剪掉美国绿卡 根据规定 当持有绿卡者入境美国时 美国海关有权 暂时将绿卡扣留 并送交给美国移民局 但是也不能做类似于 剪掉美国绿卡 这些相当于吊销永居资格的行为 其实中国在国民出入境方面 很早就已经开始默默的实行 从严从紧的政策 据中国乔联网4月29号报道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通报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机构将继续 实施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 从严审发证件签证 继续倡导内地人员 非必要非紧要不出境 一季度中国边界机关 共查验出入境人员 3009.4万人次 其中中国公民出境 1462.2万人次 环比下降1.2% 同比下降5.9% 从这一系列的报道来看 目前中国海关 对待海外华人的政兆 确实处于严打时期 大家如果在这期间回国 还是要做万全的准备 加之 现如今官方发文 直接命令限制出境政策 想必现在想要回国的华人群体 心里都要开始打退堂鼓了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